台上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的儿子 我儿子在我旁边 他是2002年出生的 说马 他是去年 大概五月 四月五月开始 就是好像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人一样 慢慢的变 讲都不要讲的 灵性上升了 不想读书 不想讲话 怕见人 他 他最喜欢演我 他反而今年 你属什么 我帮你看看你跟他解释吧 我属老虎 我生1974年了 他属什么 他属马 2002年了 你叫我怎么讲呢 没事啊 你尽管说我 尽管说我 夫妻啊 小辈子夫妻听得懂吗 他不黏你黏谁啊 他是女的 你是男的 我是男的 哎 你看一下不像男的啦 性格像男的像得不得了啊 讲都不要讲了 欠人家啊 欠人家女孩子的情啊 他这辈子不盯着你啊 嗯 他现在对我的老公非常的就 恨 当然了 你老公是他的情人 你情敌你不知道 傻的不得了 情敌了 就怕他把大处的决动了 明白了吗 他以前很好的 他以前到了时间就开始了呀 傻姑娘了 时间到了呀 好了 请问我 你赶快跟他念姐姐奏 姐姐奏 偏偏念姐姐奏 偏偏念给他念心经 不要告诉你老公 告诉你老公 你老公会嫉妒他 他如果信婆 他会嫉妒他 你知道吗 很多 很多妈妈 跟儿子都是前世的夫妻呀 所以你知道吗 开始跟老公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 孩子一出来 妈妈全身心的就说 我这辈子就为了孩子 老公都变成考验站了 老公在家里变小伤了 听得懂吗 我有三个儿子 他是中间一个 算了 不看 不看 就这个就可以了 就请问他能好吗 很容易的 真正的好是在明年的八月份 明年八月 好了 明年八月八月份之后 你好好念经 他不会加助你了 那我需要刷多少小房子 现在需要刷小房子吗 一百七十张 一百七十张 给孩子烧 烧到会越来越不年龄啊 明白吗 明白 不要讲的 我告诉你啊 前世啊 他喜欢摟住你的腰 所以现在他从小喜欢摟住你的腰 听得懂了吗 嗯 哦 好啦 还在吧 好 谢谢 没话讲 还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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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